你今天去魏海洋你要干什么呢 啊还能干什么 为了我姐的事呗 我一直都联系不到了 我有点担心 你也开始怀疑了 你跟你姐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 是不是 就是我跟他过生日那天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跟魏海洋在一起 那你姐对魏海洋 有什么样的艳想跟你说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姐换男朋友 换的确实挺琴的 所以家里就因为这个老是说他 他以后有什么事都不跟家里说了 在这点上 你妈应该对你挺放心的 小飞 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个 你说过 我没说 我走了 我希望咱们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跟郑彬说任何一个字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希望 该怎么做我比你清楚 再去 我们不然就要你 我们不然我们也不想 我们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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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不想 你 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不想 我们还不想 我们咱们 我们现在我们就想 我们要俩核心 我们很骸核心 玩玩罢了 一个现成来的女孩 一心想往上爬 能力有聪明也够 仅此 这样你再给你姐打个电话 如果再打不通 再打不通 再打不通咱们就报警了 你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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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打通了可是没人接 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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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解的短信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别人拿了你姐的手机给你发短信 他不敢接听电话是因为 是因为他怕你听出来 他的声音不是你姐的 其实这个我以前也想过 但又觉得不太像 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清楚 而且什么都能对得上 会不会是跟你姐非常熟的人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妥协 你想 我一个副职 如果平行高速出了问题 我可以推 向上可以推到厅长身上 向下可以推到红长阁身上 我只要不贪污 不受贿 经济上没有问题 谁能把我怎么样的 我顶多负一个把关不严的责任 可是你说我能那么做吗 你真难 难 哎呀我呀这跟你 当护士当护士长 那时候 你以为这个 埋怨我跟我吵跟我闹 说工作没有高下之分 不应该要求你 让你为我做出牺牲 是啊 工作没有高下之分 可是责任有大小 一条平行高速 上百个亿 关乎到全省的经济建设 跟你管十几个护士 几十张病床不一样 完全没有可比性 对不起 怪我 怪我 平时跟你沟通不够 我们之间互相了解太少了 明天就要开标了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那我怎么帮你呢 你一直在帮 只不过 方式不同吧 是不是 跟沈聪聪形势不同啊 你看你看 你又说到这了 沈聪聪 在调查东方娱乐城 这件事情上 担了很大的风险 而且他出过事 而且 他们的报社对他压力很大 丁总 啊 王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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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属虎的 所以呢 总摆出衣服 你们必须得服从 要不我就吃掉了你们的价格 那也不一定 服从我也不一定不吃你 吃不吃你取决于我的需要 不过这老虎 他总是要吃肉的 是啊 是老虎就得吃肉 吃肉的老虎是正常 不吃肉吃草那是不正常 云达也是一样咯 我不属虎 我属牛 属牛 是犀牛啊 还是羹牛 哎呀 丁总 属什么虎 是东北虎 还是华南虎 哎呀 这东北虎 已经绝技了 这华南虎还有那么几只 你说也怪了啊 这按理说 弱肉强食 还怎么到现在 这老虎倒成了 宾飞动物 那快绝技了呢 啊 请 请 从投标的结果来看 经过评标委员会的评审 一致认为 太华集团的报价应该是满分 以下一次为 蓝天集团 成建一分公司 星叶达股份有限公司 清田建设 铁建一局 精创集团 好 这么我下面 做几条说明 评标委员会对开标的结果 同时在省建设网上公示 那么在公示期间 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可以对公示企业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进行举报 单位举报应该加改公章 个人举报应该留下真实的姓名和联络电话 以便合适 评审未通过的企业 可以提出申诉材料 申诉材料只能对原申请材料进行解释和说明 不能增加新的内容 那么申诉材料如果有能去作假 那么按照有关规定将给予处罚 周苗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发 原则上在公示期后 马上公布 会议结束 马上去找厅长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砸死 厅长 哦 小畅啊 我听说你到太华去了 对啊 对啊 好 好啊 现在有好多人都说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 为什么难呢 主要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 是不是啊 为什么不能到基层去啊 为什么不能到艰苦的地方去啊 为什么不能到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那去啊 是不是啊 都想往大城市大机关啊 国营企业里 那就也不就难了 小子 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能够到民营企业家那去工作 好 哎 跟你爸爸汇报了吗 他应该知道这事 我说今天竞标的事 那他不知道 跟他说吧 你出到一个单位就有这么好的表现的机会啊 他听了一定会高兴 听长 这还不是最后结果吧 听未听说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 七天的公示期啊 然后是从三个竞标单位中就 就选一家 太华是三甲之首我想 没顺问题吧 警长那那我就跟我爸说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我们太华中标了 哈哈哈哈 好行 有时间我去看您哎再见警长 哎 警长来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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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海洋啊 哎 哎呀还有件事我不太放心 就是沈冲冲 沈冲冲 小飞不是说美总监已经提前把他知道北京出差了吗 哦 去几天 一个星期 正好啊 七天的公告 如果在七天当中没有人投诉 招标即可成功 丁王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哈哈哈哈 好 我就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一开始推崇太华的是你 现在极力反对的又是你 厅长我给你汇报过 太华集团在资金上肯定有问题 证据呢 就凭一个记者私人搞的一些东西 就能作为我们啊 做出重大抉择的依据吗 这次评标啊 专家们看好的是太华啊 厅长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 您不觉得太华的标书做的太准确了吗 他和我们预测的标的简直是分毫不差 那又怎么样呢 哎 那不就更说明问题了吗 厅长 专家搞定 厅长搞定 沈匆匆又在北京出差 现在就剩下个魏海峰了 你哥呀 可以不听专家的意见 但我就不信 他会不听他厅长的意见 他魏海峰是那种人吗 海洋啊 钱都给你打过去了 现在正在办 你放心好了 我现在 给你有个请求 哎 不是交易啊 是交情 跟你哥哥说 定太华 没问题 我马上就跟他说 嗯 不 我放下这杯酒 就去跟他讲 好 哈哈哈哈 看 你回来了 回来正好 吃饭吧 怎么着 不顺利啊 哎 我来接我来接 喂 啊谁呀 哦是妈呀 嗯 我来我来 妈 我是海峰 请收入六位查询密码 每月相互额为 五十万一轮 医生要给妈做个检查 需要开刀 怀疑是乳腺癌 喂小飞 收到了收到了 五十万美金 一分不少 小飞 我现在就去找我哥 你让丁总放心 好吧 好嘞 你先别着急 其实呢 说是手术 就是一切片 在我们医院 这种手术 就在门诊做就行了 统供不够二十分钟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当天也就能回去了 那万一有事呢 开飞后 Sud 他会去 这七天的公式期 是最较劲的时候 要不我跟海洋说说 让他去一趟 我对他不放心 还是我去吧 我带辆车 万一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当天我就能赶回来了 那要是有事情呢 只好请假了 跟厅长请假 跟洪昌哥交代 我得带钱去 我没钱了 你借我点钱 那我马上去取 接受上次的教训 我也听了对门的意见 我也办了张卡 我也收拾东西 海冯 电话 好 谢谢 喂 宋宋 对 那个太华的财务总监姓刘 嗯 这是重要线索啊 好 好吧 嗯嗯嗯 就 就这样 沈思聪来电话 说他明天下午坐飞机回来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 把我等他 那就让海洋先去吧 万一有事 你再去也不吃 哥 我实在是离不开 具体原因你也别问了 你只要知道我离不开就行了 哎 哥 这正好是个机会啊 你借着妈有病赶紧走 到时候即使妈没事 你也等招标结束以后再回来 要不妈那儿我去吧啊 对 海洋 你跟你嫂子一块去 哥 我实在是不行 你也没有什么工作 怎么不行 我说了 我离不开 你别问了 为什么 我说过了你别问了 哎 算了算了 别吵了 海洋忙 我一人去吧 万一有事 你们再去 海洋 你究竟有什么事情 我还是投回坐你这辆车 原先那辆我坐过一次 好像是原先下大雨 我上班 你转到送过我一回 哎 那辆车叫什么来着 你自己也要当心身体啊 回来的时候打电话 我来接你 没有特殊的事情 我自己回来就行了 啊 没关系 火车站到咱们家 有好几趟公交车呢 没关系 方便得很 喂 海风 我刚下飞机 你在哪儿 我有重要的事 想跟你面对 好 内餐 要全文给你吧 应该是 我觉得 你不应该署名发这个东西 匿名发没有力度 我这次 是两条腿走的 一条腿是通过内餐 直接反映到高层 让他们引起关注 同时我还去了证监会 把这个文章也给了他们一份 他们对我反映的问题很重视 事实上 他们对太华集团的报表 一直持怀疑态度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他们让我回来 再补充一些资料 我就赶回来了 你这回 要被天等于窟窿 对了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在哪儿啊 乱哄哄的 在胡迪迪 我在这儿 怎么现在也归交通厅 不归铁道部了 我去送陶爱华 我母亲 要动个手术 什么手术啊 反正不大好 他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快八十了 那你怎么不 把他接过来跟你们一起住啊 老人年纪大了 总是离不开老地方 我接他来住过 最多不过两个月 说是没有熟人 没处谈话 只好又把他送回去 在家乡 给他请了个保姆 我也只能紧这么点小道 没想到沈冲冲有这么大的能量 竟然跟我们捅到了北京 捅到了内参上去了 立刻让他闭嘴 被海洋什么时候到 车里有事不过了 再给他打电话 我打了 他不接啊 哼 他以为钱到手了 跟我们的事就算完了 我告诉他 新报沈冲冲还有魏海峰的事 他必须给我摆平 再打 应该推荐好 那么 嗯 再把烟疫先进去 对还要인을 还是先接电话吧 我看你朋友挺急的 w 关机 绝不能放过魏海洋 但是事不宜迟 我们得采取行动了 听说 一 尽快地安排省市领导 参观东方娱乐城 二 通知各界媒体 在东方娱乐城 举行新闻发布会 喂 妈 我现在在上班呢 好吧好吧 那我跟我姐商量一下 好 把这份表交了 你就可以去排队了 这个得排多长时间 也就一个月吧 多花点钱能不能快点 最快也得一个星期 不过这个加急费得预付 三百 加急费三百 得预付 好 好的 那个发票给您开文具啊 还是走办公社呗 不用开发票 我不同意太华 东方娱乐城 半停工之谜 到现在没解开 所以太华的信誉 以及资料的真实性 要打折扣 公大同志 你说什么 既然这个评标委员会 评标专家 一致认定 太华集团为第一候选人 他中标呢 理所当然 要不然这个市场竞争法则也不存在 我们交通厅也会被扣上 这个无视专家 借助行政力量 来干预这个市场竞争这样的帽子 在其位谋其政 不能说怕人家给我们扣帽子就不作为 这不是怕扣帽子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太华集团的这个投标书 和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说实话 没听 我对你反对太华集团 表示质疑 我这点就不明白了 我赞成太华的时候 你怀疑我 我现在反对太华 你还是怀疑我 今天厅长大家在 你说你到底怀疑我什么 作为交通厅一名主抓纪检工作的干部 我有必要 注意有关我们交通厅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你刚开始赞成太华集团 现在又反对太华集团 但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 你都没有说得很清楚 我当然要怀疑 我记得你说过 陶爱华也说过 你弟弟魏海洋迫于压力 跟太华集团解约 也因此赔付了太华集团三十四万的违约金 你该不是想说 我之所以不同于太华 是因为那三十四万个钱 我要现在给太华点颜色看看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在我们交通厅这样一个会议上 向厅长和大家来陈述这么一个事实 事实 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 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够了 会先开到这吧 散会 爸 梁兵已经跟所有的单位都通过气了 他们都同意来 请帖马上发出去 东方娱乐城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您放心吧 都布置好了 所有的施工人员都是咱们自己人 和施工单位打招呼 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包工头 别让工人在那儿胡说八道 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这个我都已经跟他们说了 只要太华在 他们就有钱赚 如果太华不在了 倒闭了 他们一毛都没有 还有 新闻发言人用谁 我的意见用梁兵 爸你不会 梁兵那么年轻又没经验 用的他就是年轻没有经验 这样万一出了问题 他的年轻没有经验就是最好的借口 不代表公司的立场 纯属他个人的观点 另外 关于沈匆匆的事情 要跟他做重点的交代 喂 啊梁兵啊 啊东方新报是沈匆匆过来 对我已经打电话何时过了 他肯定来 啊好的嗯再见 谁呀 是魏海峰 哼 是魏海峰肯定是沈匆匆的后台 小飞 梁兵辛苦了啊 啊没关系 小飞 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啊 啊 梁兵没事 没事你怎么知道 大义诗金舟这种教训还少吗 行 那既然这样我索性跟他谈吧 城市不足百事 人能寄 年龄 land 我现在都说év 什么呢 那是好了 什么呀 准备的喝污了 一顿上可以了 不过我还是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你第一次见我父亲的时候吗 当时你也有一点紧张 慢慢熟了以后 你发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也是人 不管他做多大的官 他也是人 你就拿这魏海峰来做例子 他为什么反对太化中标 为了沈聪聪 沈聪聪当时 在东方娱乐城被打之后 这两个人就一直耿耿于环 这么黑啊 你以为呢 就是这么黑 好了 跟你说点正事 明天你主要的任务 除了是主持以外 重点要对付那个沈聪聪 你放心吧 说实话两斤 我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太华 有一个美好的权体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俩 有一个小飞 你为什么主持拒绝我 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平等 起码 在你父亲眼里 我们是不平等 我不想高盘 你快回去吧我还要工作呢 不我想陪你 不用了 你在这儿只会分散我的精力 快回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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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聪聪 聪聪 这事咱电话里说不清楚 要不然我到你那去一趟 好 我马上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明天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越是这样 越证明他们有问题 聪聪 我跟你们俩介绍一下 这是广告部的梅总监 这是交通厅的卫副厅长 卫厅长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卫厅啊 卫厅深夜造访想必是有钥匙吧 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过来当然有邀请的事情了 不过你来得正好 我们已经说完了 好 我走了 你们忙 那我不送了 卫厅慢走啊 梅总监 你怎么没下班啊 我知道我们沈大主编呢 今天晚上加夜班 我就特地来关心一下不行啊 你恐怕关心的 不是我吧 聪明 我呢是 是关心你明天去东方娱乐城的表现 你想我怎么表现 我呀 希望你把你的嘴闭上 好话也不说吗 那好话也得看怎么说呀 你说你一个内餐把人捅上去了 这给人家企业造成多大的麻烦呢 啊 就说明天这个活动吧 没有个七八万根本打不住 你是为了工作 我也是 到底是为了工作 还是为了什么别的 这个呢 个人心里最清楚 别的呢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了 只跟你说一句 明天这个活动啊 你可是代表咱们报社区的 我希望 你把你个人的好物收起来 请问是良冰小姐吗 啊是 我是好轮哥送餐的 这是丁先生为您订的超豪华套餐 哪个丁先生 请您在这签个字吧 啊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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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谢什么呀 就算不是你普通的员工人加班了 不也给无参费呀 再说了我们老丁姐一直是 以得婚 啊好好我说了啊 勾本 是良冰吧 是怎么了 哎呀 小飞啊 我怎么一提起良冰 你就跟乍刺的刺猬似的啊 因为你对他不公平 不我说他什么了 那还用说吗 你就是对他充满了戒心 充满了偏见 你就是感觉他不是我妈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这事啊 咱眼俩别争 咱们让时间说话啊 让时间说话 多长时间啊 等我七老八十入土非安了 我跟谁说去我 哎怎么说话呢 小飞 哼 我就纳了闷了 这么多好女孩 比她漂亮 比她年轻的 哎 比她学历高的 你都看不上 什么让个良冰给你离成这样 哎 我就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非他我就不取 我告诉你小飞 那你就别想得到我的继承权 看他跟不跟你 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 梅总监他一定得到太华的 很受益了 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 啊 要不太危险 哎聪聪你等一下啊 喂 麦华 啊 哎你等 来聪聪 我先接个家里电话 好吗 我先挂了啊 嗯 喂麦华 妈怎么样 你 喂哥 太好了 哥 你带我 你带我 谢谢嫂子 我哥也 也要谢谢你 真的 你谢谢嫂子 赵哥妈 哥 你一定要传达到啊 我谢谢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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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又回来了 没什么 过来看看你 还在研究沈聪聪 是不是心里没底啊 是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她 可是要让我当众 杨明 你太善良了 你这种善良会导致邪恶的嚣张 知道什么叫助纣为虐吗 知道什么叫 行了 行了 不行 我今天必须跟你说 这次招标太华第一 蓝天第二 知道沈聪聪 为什么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吗 客官上帮助了谁 蓝天 他为什么要帮助蓝天呢 因为他拿了蓝天的好处 就我们所知道 光广告费这一项 他就拿了五万块钱的回扣 这还不算年底的那五万 我觉得他挺清高的 不像是这 杨明 在你的世界里边 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所有的人都一样 不管怎么说 祝你明天好运吧 你放心吧 你让丁总也放心 算了 你还是别跟他说了啊 嗯 你是不是有点怕我吧 我不是怕他 不怕才怪 我都怕他你会不会 你也怕他 当然了 如果我不听他的话 他可以随时掐赞我经济的脖子 他可以剥夺我的继承权 他还可以使我变成一个 身无纷纷的穷光蛋 这怎么可能呢 公司又不是他一个人的 你也有股权股份呢 我会把我放在下 我放在下 那边 我放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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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您放心台詞都對了好幾遍了 東方運輪城占地十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四十五萬平方米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89%的工程量 這個會 最後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是 畢竟魏海峰直接分管平行高速 他不同意就不好定 嗯 嗯 那下一步打算怎麼辦啊 再開一次會討論討論吧 要是 魏海峰還不同意呢 不能因為他一個人在那頂著 就一直開會一直討論吧 實在不行 可以考慮讓魏海峰動一動 升職業技術學院缺個副院長 你說 讓他去那兒怎麼樣 平基調動 人盡其才嘛 魏海峰的口才不錯 文筆也不錯 又善於研究問題 我看 他去做這個副院長 比他當這個副庭長合適 副庭長 要面對方方面面的問題 要善於協調 現在看來 他不合適 至少反復無常就是他一個大缺點 贊同太華的是他 反對太華的也是他 這個時候把魏海峰同志調走 會不會影響平行高速的工作進展 我就是怕影響平行高速工作的進展 這事你先不要說啊 我和書記在碰碰 但是你們也不要等 回去傳達我的意思 中標通知書 必須如期發出 否則 是誰的責任 就追究誰 一把手 要負主要領導責任 好吧 我們今天在這裡召開新聞發布會 就是為了要讓事實說話 大家都知道 太華集團是一個非常有實力的企業 太華集團目前也正在攪住 我省的平行高速建設 希望在場的各位領導 和各位媒體專家給予支持 我是東方新報的記者沈聰聰 我曾多次採訪過東方娛樂城 但我掌握的情況 和良明小姐剛才介紹的情況 有很大出入 沈聰聰記者提出了兩個問題 我現在就可以回答 首先您說在施工現場 發現我們的施工人員 比其他工地少 由此推斷出 東方娛樂城拖欠工款 我認為這種推斷是不成立的 東方娛樂城已經接近封頂 所用工人自然會減少 至於拖欠工程法 那我更是沒有聽說過 小劉 給交通廳 東方同志打個電話 讓他過來一下 馬上啊 好好 這個時候散佈對太華不利的消息 拿太華做文章 其用意是不難理解的 在新聞隊伍中 有些記者拿了對方企業的好處 就喪失了一個記者 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這種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 你剛才說的是特指還是犯指 是估計判斷還是確有歧視 是特指 確有歧視 你有什麼證據呢 至於證據嘛 我想審計者心裡面應該最清楚 那梁小姐是指我 達了好處 才來批評太華集團的 沈記者 嗯 梁小姐 奢侈未深 有言話講的不太好 請做原來 其他記者可以接著提問了 好的 好 劉秘書 林副城長馬上要見我 現在嗎 好好啊我馬上過去啊 請進 好通常來了 坐坐 嘗嘗 阿 哎 沒停啊你好你好好 好好 裡面請里面停 好好好 梁兵 你過來一下 你今天做的這一切 是不是你們公司領導受益的呀 當然了 我是太华的员工 如果有人污蔑诽谤太华 作为员工我必须说清楚事实 维护太华的利益 那你们也不能没有原则呀 不能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啊 我们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沈记者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大爆的名牌记者 就可以胡作非为地欺负别人 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还给你留着面子 给我留面子 你给我留什么面子呀 既然这样 那我就说了 你拿了蓝天集团的广告回扣五万块钱 另外五万看你的表现 年底给你结清 一共是十万 东大同志 你们厅长这个人我了解 他稳重稳健 轻易不愿意得罪人 把事情做绝 尤其是快退了的时候 就更不想再为工作上的事情 得罪嘎务 都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听说 为海风在会上公然叫板 你们厅长都容忍了他 我们厅长他爱财 同大同志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就这件事情 与你沟通一下 跟你交个底啊 省里刚开了会 一再强调 对贪污受贿 滥用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 绝不姑息养奸 该撤职的撤职 该法办的法办 是 林副厂长 我一直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做的 这就对了 同大同志 干工作 不能怕别人说三道四 要放开手脚 不怕得罪人 陈叔叔 陈叔叔 海风 怎么样有事吗 无稽之谈我不会理睬的 你别大意啊 中山浩道 全是阴谋诡计 要试试说话吧 要不要送你一段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我打着方便 谢谢 两边啊 不错 今天一战大获全胜 你是投工 好好干啊 小飞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毕竟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嘛 这跟名牌大学有什么关系 评的全是素质 靠的全是临场发挥 哎呀 你看他对沈匆匆研究得多透 完全是有备而来啊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还真有两把刷子 和沈匆匆对起阵来丝毫都不胆怯 真是有志有勇啊 哈哈哈哈 怎么你怎么不说话 嗯没什么 我觉得 梁冰还是挺在乎 挺在乎我的继承权和家产 您说的对 他跟他姐姐一样有眼心 而且 这种野心可能大不爱情 되고 参財 不要 我 为什么一直直直直太划 到最后忽然眼睛只吃蓝天 现在看起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 我们不能仅凭一张照片要下结论 但是 很多干部 通过女人搞钱 因为女人落马的现实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林副省长 我认为 不论是魏海峰还是沈聪聪 他们都不是那样的人 证据都在这摆着 你还为他们说话 仅凭现在这些证据不足为凭 通达同志 不要让个人感情影响到你的判断力啊 什么个人感情 你和沈聪聪的感情 林副省长 我们已经分手了 毕竟有过那么一段 是 我跟沈聪聪确实有过那么一段恋爱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 我了解他 还有魏海峰 我们是二十年的同学家同事 同样我也了解他 我相信他们做人做事 都有他们的原则和底线 林副省长 我赵同达是个什么样的人 组织上也应该清楚 所以我现在认为 仅凭着 现在掌握的这些证据 不能来决定双规未来 我来给你送个纸箱子 我来给你送个纸箱子 我想你这可能没有 我要指箱子干什么 一会儿这里呢 可能会找你谈话 咱们两个私人关系不错 我不能装作不知道啊 所以呢 就来提前给你通过信 你直说吧 社里面 暂时不让你负责要了 为什么 按照规定 新闻记者是不能沾有偿新闻的 我没沾 这我知道 可是现在既然已经有人说了 你就避避风筒也好啊 社里面这么做 他也是为了保护你 他们今天呢 可能会让你把工作交接一下 你暂时回避回避 这对你好 对社里也好 退一步海过天空吗 我来帮你收拾收拾 谢谢 咱们好好谈谈谈吧 海峰 你不要对我有情绪 这是我的工作 你把你现在的问题说清楚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至于我一开始为什么赞成太花 后来又反对太花 这些情况我都跟厅长汇报过了 如果你想了解情况 可以找厅长了解 我找厅长了解什么 我干嘛要找厅长啊 是我现在是我赵通达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海峰 还有一件事情 也许你不知道 关于沈聪聪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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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问你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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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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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荣停职了 对 跟你有关系吗 应该说有关系 我想你现在过去看他 对他对你都不好 现在 魏海峰激励地想让蓝天集团地聊 我想知道 你们死就是东方娱乐城不放 到底跟蓝天集团有没有黑金交易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连你都怀疑我 难道我们两个之间 连一点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好 我也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因为我 来打击报复卫海峰 在你心里我一直就是这种形象吗 实话告诉你 如果我想打击报复 我现在就可以建议组织双归为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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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会挤交连织双归为海峰 我签证下来了 好好好 我马上去 今天不管谁吧 说说我不算吗 丁总 对不起我要出去办事 耽误不了那几分钟 带我们去看你哥 为什么 我们要给他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再问你一个事吗 你说吧 你该为海风 大什么车 我听不懂你问的话 海风 他是不是因为你离得婚 你怎么知道他们离婚了 我什么都知道 丁总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你说过 帮你争取到平行高速清田至顺原路段 你给我五十万美金 是 我说过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谈谈付款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应该风险共担 即分期付款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谈谈付款方式 做过剪辑 把不利于自己的都删掉了 丁总 我这呢 也有一个东西要给你看看 没做过任何删减的完整版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跟我哥说的 我哥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个字都不会向他说 海洋 厉害 向丁总学习 可惜啊 你还没学到家 我问你 投标单位的标书都是绝密的 你怎么会搞到手 我怎么搞到手的你不用管 总之这事跟我哥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 好 你说有关系 证据呢 证据呢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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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他公之于众 让大家都知道你们的标底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 你们的标书就毫无意义 结果呢 结果是你们也中不了标 两败俱伤于死网破 可是网破了还可以 于死了就别想复生 小飞我们走 我把钱还你们 我们今天来要的不是钱 你说这魏海洋 不会跟咱们真的赌一把 有可能 那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赌一把 那他就赢了 我们的目标是平行高速 不是把他和他哥送进监狱 那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一 在等魏海洋做出最后选择的同时 让郑斌去找什么 给魏海丰施加压力 目前他是定标太华的主要障碍 他反对我们的理由就是资金问题 这就涉及到了沈冲冲和东方娱乐场 可是爸 别怪我没提醒你 沈冲冲已经被停职了 这个问题我在来的路上又想了一下 结论是 结论是停职更容易导致他狗急跳墙 如果以前他还有所顾忌的话 他现在就可以毫无顾忌 就算不为公为私 太要跟太华作对到底 找人警告他 二关于梁爽 嗨梁爽现在先别提了 我是为了魏海洋 小飞 你没觉着 最近海洋有所变化 跟梁爽的消失有关吗 小飞 喂 有电话了 是我呀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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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震 中间吗 我刚才有事现在过去行吗 那明天上午呢 你能不能得到 行就明天下午 好好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你好 你就是沈通宗 是 如果来一天东方娱乐城停业了 我们有远吃了 我也好找个地方吃饭 今天 我们就来这个门 唐护主长 快请进吧 我不进去了 海风不放心你 让我替他来看看 我挺好的 什么事也没有 挺好就好 那我回去了 陶护主长 我没事 我希望你也好好的 谢谢 梁不爽的手机最近一直关机 即使开机了也不接听任何电话 另外 他母亲生日那天 说是要给一个惊喜 结果老太太等了一整天 什么也没等着 连个电话都没有 还有什么新情况 他以前的男朋友魏海洋 办了去荷兰的假护照 根据我的判断 梁爽十有八九 凶多吉少 我去了他生日那天去的野山坡 带着梁冰的照片 一个妇女告诉我 两个人本来打算在他们家住上一晚上 结果到了中午 男的一个人回来了 给了钱人就走了 本来还以为是不是两个人在吵着架 根据那老太太对那个男人的描述 应该就是魏海洋 肯定就是魏海洋 当时他正好跟梁爽的谈恋爱 前两天我和梁冰也去了野山坡 也见了那个妇女 说的一模一样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早说 我当时哪想得到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梁爽的失踪跟魏海洋有关系 有直接关系 这就对了 这就全对上了 魏海洋如果要告发我们的话 他面临的不是进监狱 而是下地狱 查 尽快地查出确凿的证据 知道了 不好意思 Really? 可以 就行了 我突进 会 里面 非常 像